原标题,新时代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,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研讨会现场,新华社南京12月6日点,宋德兴,新时代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,日前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。 来自28所军地院校,科研院所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,国际关系学院学院院长王精武,着重阐述了大国战略性和防律,国际秩序构建,如何践行新时代中国外交伟大使命等问题,学院政委孙战修,围绕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和战略布局。 就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进行的论述、研讨交流中,军地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外交方略,国际战略形势与大国关系,新兴战略领域与全球治理,三个论题畅所预言,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略,当前国际权力格局变动,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发展走势,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交流, 研讨会现场在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,新时代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,对于全面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,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深走实,推动军队特色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,研讨会主题突出,气氛热变,研讨深入,达到了预期效果,研讨会现场。